我们把镜头转到香港 香港的一节创建有限公司 最近推出的科技检测系统 自从上个月推出以来 已经检测到超过100核 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进口水果 有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让消费者更加安心购买进口水果 为确保进口水果的安全问题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最近开发食品追溯平台 以助于追查防止新冠病毒 通过进口商品传入 你直接检测QR Code 然后你会知道 这种产品是正确的 有了品牌、原则、充满日期 这种产品是在香港到香港 其中一节创建有限公司 推出了一个应用程序 以便消费者查询 有关进口水果的所有信息 他们表示 自上个月推出以来 已检测到100多核 受病毒感染的樱桃 水果贸易商陈文林、张海杰 是该应用程序的早期投资者 他们说该应用程序 有助于收回受病毒污染的水果 陈文林还指出 该应用程序 配有记录消费者偏好的功能 这将彻底改变水果贸易行业 因为应用领域十分广泛 这种数据的数据 消费者变成了 很重要的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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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